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到了每个星期登告望远的时间 今天漫游深呼吸要带大家到桃园 造房充满原住民风情的巴凌 和盛产多汁可口水蜜桃的拉拉山 如果对于台湾旅游有少少了解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游客来到台湾 很少会选择桃园 甚至对于这个名字是有点陌生的 但是距离台北那么近的桃园 其实发展了很多观光景点和登山步道 而今天我们要征服的拉拉山 就有海拔大概2000公尺 难度不会太高 还可以感受到远离都市扎形在深山里的感觉 是非常适合来一场两天一夜的旅行 因为这边有的人民历史和身体花草 就已经救你哪玩哪学成人 看都看不完 好了好了我们快点出发吧 我们快点出发吧 powiedział点适合 好 好 好 我们现在在北環弓路上面 北環弓路就是由桃园大溪一直到宜兰的庄围 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一个长条形的土 通常大家過來玩都會選擇東邊 又或者是西邊 如果你想要從正中間穿過去 就只有三條路 其中一條就是現在的北橫公路 這個北橫公路 因為一定會經過 我們台灣正中間很高的山脈 所以就代表你會進入真正的山林裡 亦是說你就會見到真正美的自然景 而且走到很棒的山 今天第一站帶大家來到小屋來天空步道 這座天空步道是位於桃園市福慶區 建造於小屋來瀑布的上方 可以看到整個瀑布的風景 目前天空步道是網絡預約制的 又或者是當天可以到 小屋來風景特定區的食版廣場 領取當天的預約券 事前規劃才可以避免玩不到 這裡就是小屋來天空步道的入口 其實進來這個園區的門票 跟走天空步道的門票一樣 但看看只需要12港幣就行了 是不是很便宜呢 小屋來天空步道造型簡約 以幾何線條設計 凌空伸出11公尺 距離瀑布底足足有70公尺高 不單是適合跟家人一起玩 但亦是一個100分的拍拖勝地 更加是被大家票選為 全台灣最浪漫的景點 就好像大家看到的 它就是一個全透明的天空走廊 全長11公尺 但如果你走到最外面 你就會看到有70公尺深的一個瀑布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就是出了名的位高 如果你走到最前兩格的時候 是最恐怖的 不過我還可以的 我這次坐在那邊拍張美照給你們看 開始 加油 好 七公尺真的很深 等一等 我覺得這條橋好像有點震 可以發現這個瀑布本身是分成四層的嗎 我現在大概站在第三層的位置 所以還有一層 難怪剛才導演會說 最後兩格是最恐怖的 因為那裡才是70公尺 好恐怖 好,那我坐下來拍照 我有進步了,已經進步很大了 絕對不要看下面 救命啊 這種玩命的景點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喜歡呢 雖然瀑布、溪水的景色 是真的非常吸引人 但是,我還是覺得在路地上 比較有安全感 所以接下來要帶大家走過繩橋 走過好漢坡 我們去看看瀑布底部的美好 除了天空走廊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天空繩橋 它們全部都是在同一張門票上 所以不用另外再買 這個繩橋本身是長70公尺 深是深50公尺 大家都說,站在這條繩橋上 就可以看到整個溪谷的樣子 但是我們剛剛都已經去過天空走廊 它已經是深70公尺 這個50公尺我們就不要去啦 我們直接去找另一種風景 像我這樣喜歡腳踏實地的人來說 這裡還有一條路線 是可以抵踏瀑布底的 眼前這一條好漢坡的速度 就是給惠高者的選擇 雖然不用惠高 但是全場410公尺的好漢坡 幾乎都是糾峭的樓梯 走起來真的很累 所以也加裝了扶手 希望大家在散心之餘 也可以注意安全 一路上都一直看到好漢坡… 未來這個才是好漢坡 為什麼我覺得好像比天空走廊更深 是否超過70公尺 看看,人家現在已經幫你蓋了這個步道 以前沒有這條步道 沒有這條樓梯的時候 是要攀牙攀上來的 看看這塊繩 完全是真實的 人家是不是很體貼呢 不要再說這麼多了 哇,怎麼這麼長 走完斗峭的土木梯 接下來的路途就會平順很多 走過鮮紅色的鐵橋 就會看到瀑布底的步道 然後再繼續往前走十分鐘 就會再次遇到橋上鮮紅色的長紅橋 這座橋長大概20公尺 就是位於小烏雷瀑布下面 橫跨了一條橋之後 我們的目的地就是眼前面 你看,走過了這麼久 走過了這麼久 終於到了瀑布底 看看,小烏雷瀑布 就是這麼深,是不是很壯觀呢 我發現北環的景點 真的是非常美 接下來我們繼續往更加上面走 看看北環到底還有什麼很漂亮的風景 等等,剛剛我們的好漢坡是走下來的 所以現在我們還要走上去 還有體力嗎 台灣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原住民 在桃園福興鄉就是泰雅族最多 好,在潮往拉拉山的路上 有一條叫巴寧古道 大家一定要來走一走 因為這條古道 它就是泰雅族以前的部落通道 這條通道本身有兩個入口 一個就是在山上的拉拉山遊客中心 另一條就是在山腳下的巴寧大橋 建議大家可以從山上走到山腳下 所以就是從拉拉山遊客中心開始 另一條巴寧古道 全長1.200公里 早期是原住民泰雅族人起的部落通道 但是由於新道路的開屏 原本的道路就慢慢荒廢了 將拉拉山遊客中心 到巴寧大橋這段古道重新串列 融合了原始地形風貌 還增加了蝴蝶館、甲蟲館、 闊葉林館和地質館 還結合了當地的原住民文化 供遊客深度探訪認識巴寧古道 第一站會遇到的就是蝴蝶館 這裡的蝴蝶館收藏了大概200種不同品種的蝴蝶標本 之後還有昆蟲館展示各式各樣的昆蟲和解說 想要來一場戶外交學嗎 這裡絕對是最佳的景點 這裡本身有200種蝴蝶 所以有很多蝴蝶專家都特地來這裡研究 這裡還有一種很特別的蝴蝶品種 它就叫做帶子俠蝶 這種帶子俠蝶的食物是很特別的 就是它們是吃樹的質液 它本身是一個台灣很珍貴的稀有品種 現在你可以看到走在這條走路上 就是一個叫開放式的蝴蝶園區 這裡種了很多不同的蝴蝶喜歡吃的植物 走在這邊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蝴蝶 飛來飛去的 剛剛還有一隻是直接平在我的衣服上面 這裡真的很放鬆 離開了昆蟲館 尼亞棠生態之旅還沒結束 穿越樹林之後, 為出現新設施的贊道 這裡有一條小孩很喜歡的山泰探索省橋 吊探在半空中的木橋 邊遊邊飛增加了很多遊客的樂趣 但對於我來說, 是增加我的壓力 為何離開了天空步道和繩橋之後 還有這麼多吊橋在這裡考驗我呢 快速地走過宿石板的繩橋 就讓我們繼續走完這條古道 在古道的盡頭, 還會經過一條隧道 又遠看, 裡面好像漆黑一片 但其實是必有洞天的 前面的巴寧隧道就是巴寧古道的 另外一個入口 其實裡面都是展示一些 跟原住民相關的生活模型 又或者是藝術品 走出來之後, 就會到這條紅色的 巴寧鉤橋 這條橋本身是被行人走的 如果你是開車過來的話 你就會經過後面那條橋 這條橋也是為了橫跨溪谷 所以改成的 而且站在這邊 你會發現的風景 是真的非常漂亮 過了這條橋的時候 就代表你入了拉拉山 入了拉拉山就可以開始買水蜜桃了 在這邊 我們在這裡 就不回應 來一點 我們一起去